介紹一下澎湃的裙子 這個用布量真的很多 這個是一個扯布的布料 旁邊有兩個袋子 這個的橡筋位是蠻闊的 例如好像有一點點收腹的效果 這個的彈性度是相當之好的 一點都不繃緊 不是說我收腹褲或者收腹款 就是壓著肚子 不是那種繃緊度 這個就有一點點像腰封的款式 這個是絲帶 可以完全拆開 你可以看到是相當之厚 闊身的橡筋 這裏就有一點點圓 這個位置我剛才在示範的時候 就把它打成蝴蝶 然後收在褲頭裙頭的裙子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如果真的不喜歡 放那麼多的絲帶在大腿位 或者是下盆的位置 可以把它拿去後面做打結 都可以的 因為它的帶子真的挺長的 就可以有兩個方法 對 一是就放在裙頭裏面 一是就把它打後 打後綁蝴蝶結 這樣的狀態 也是修飾得很好的 對 因為剛才我也有說 這個位置 它是把你的肚子 壓下去的效果 當然不是紮肉 但是它真的相當之闊的橡筋 所以它可以令到肚子 燈位有些修飾的作用 對 而且它這個位置壓得很漂亮 不會有撞起的狀態 因為剛才我這樣示範 如果它是頂起的 就已經是看到的了 對 那我展示了這個橡筋給大家看 它的彈性就是這樣的 對 而且那個延伸是相當之好的橡筋 不在繃緊 對 就是你不要擔心說 我說的腰科 我說的修復 好像整件事紮肉 不是 其實它的橡筋是很寬鬆的狀態 對 所以我剛才一直都是強調 這個款的用布量是很多 因為你要有這麼高的用布量 才可以做到這樣的延伸 對 就是相當之澎湃的 那這個 我想說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屍帶放在下盤位置 那看看我自己這個習慣 有些人OK 沒問題 就沒問題 如果好像我這樣 不太喜歡的 可以考慮把它放進去 或者把它綁在後面 那這個是多個的選擇 因為你綁在後面 不是那麼多款做到 放進去最基本的想法 因為你的屍帶要回到下一場 你才可以綁到後面 對 這個是滿意的 對 足夠 除了放進去之外 都可以綁在後面 做回看不到 或者修飾 對 收起來的幫助作用